不得不说,现在的夏天是一年热过一年,几乎年年夏天都会刷新上一年的高温记录。 不过,跟咱们隔壁的好林度,印度比起来,中国的高温问题显然是有点小五见大五了。 不说别的,如果说热死了这三个字,在咱们这里只是个夸张的形容词,那么在印度,热死了就真的是一个写实的说法了。 毕竟,印度是真有人命丧高温之下,而且它还不止一个。 今年5月29日,印度的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,在首都德里郊外的一处测量点测出了52.9度的超级高温,而这也预示着印度正式进入了自己的夏天。 不得不说,光是看52.9度这个高温呢,就已经让人胆战心惊了。 我们也不要以为印度人均都是耐热亡。 实际上,截止到6月20号,印度全国已经有超过4万中暑病例了,而且其中还有143个人身亡。 而为了避暑,印度人已经是竭尽全力。 你笑印度人去恒河洗澡不怕咋,印度人笑你不得高温杀伤力有多强。 现在,如果你去印度,恒河就跟一锅主妃的饺子汤一样,一个人接一个人就跟下饺子一样往里跳。 另外,不少印度人因为怕热也会把自己的头发剪短,毕竟到了夏天,头发太长也是容易中手的。 不过,不管印度人员从主观上想如何避暑,印度气温越来越高,却是不争的事实,甚至已经到了连印度谋逼的白油公路都被热化了的程度。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,印度政府有点如何是好呢? 要说印度政府完全不在意高温带来的民生,那也是过分大黑。 毕竟这种强度的高温对高种性和低种性是一视同仁的,就算不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死活,这段时间接连爆出的官员中暑事件,那也够让印度政府头疼一搏的了。 例如在4月24日的时候,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长尼廷加德卡里,在马克拉斯特拉把立场竞选机会上想话时,就忽然晕倒不显人士,周围的人那是连忙冲上来对其精神一番急救,这才是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了。 之后呢,就他自己所说,在言假的时候,突然就感到一阵眩晕了,然后就倒在地上,啥也不知道了,不用说了,那中暑了呗,只不过啊,在不在意是一方面,有没有办法应对,那就是另一方面了。 不能说咱印度政府毫无办法,但基本上也可以算是无计可施了,举个例子,天热了,当然就会缺水,这个时候水源的保障应该是重中之重,但是印度它是怎么做的呢? 根据统计,印度150个主要水库的蓄水量在这个夏天,物仅下降了,甚至只相当于平时蓄水量的24%,就连号称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,算是印度少有的发达城市了,就这儿,它供水也是照去不顾,结果呢,就导致了班加罗尔不少厕所都没水虫了,散发出南门的臭围。 这里呢,细心的朋友可能就注意到了,班加罗尔它竟然有不少厕所,这点就证明了,这里的确是印度的发达地区,至于印度各邦地方政府对于高温所带来的人民健康影响,那也更谈不上有多少关心呢,国内某些公子曾经很喜欢吹嘘印度的免费医疗,当然了,面对高温也有不少印度人选择去到他们的公立医院治疗,这一去您才找到,医院里温度比外面都好,一个呢,是因为人多, 毕竟你能来,他其他人也能来呀,另一个呢,则是因为印度公立医院不仅没有空调,甚至连风扇他都没有,这下子,医院直接成了一个大门主了,很多在外面都没中暑的印度人,跑到医院避暑,他反而中暑了,而印度的公立医院上来是行动执法和医疗讨厂数什么的,甚至都不能用岔来形容,因为有不少在医院里中暑的人,给大夫要求找地方休息自愈,废话,这又不是什么大病,谁管你中不中暑呢, 于是乎还真就有人直接在医院里中暑,时到最后一样的气,不过说到印度气氛这么高这个事,也不能全来大自然,这几年印度的经济实在端发展的,但是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也与利具体,在节能减排上,印度做的并不算合格,虽然总理莫迪多次说过,从2021年到2030年, 要将预计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了10亿吨,但是印度管理,世界也当成新知肚明,没人会把这话当成,相反的,印度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室温位阶中的可能,是一米一米后,直接带来的副作品,就是南亚地区下车,一年几段也只能是继续推印度人民, 只是不得到这种连续的城市持续下,印度人民的内力能力,又能够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呢,都说印度是开挂民族,不过无论如何,人应该也不会违背自己的生意极限吧,可能在这个时候,有点脏,却能够提供难得凉爽的横缩水,就成了印度人民心中唯一的危机了吧,行了,快点视频中的站,是吧,大家喜欢的话,能给个点赞,收藏,我们的视频,再见!